好來 再來這是總統副選佈 副總統落選中 八月十五 將於總統特裁的身份 到南美洲的辦公國巴拉圭 參加他們新任的總統的組織典禮 而且他叫慣例 過境美國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也在記者會證實這個消息 當時來表示說 臺灣過去 已經有十位的副總統過境美國 說中國無理由 用這個事情做就靠來壓手段 熱情得這次是他副總統 總統好選人 以及民進黨的黨主席 三種的身份來出風 過境美國的消息 又是由美國的國務卿出面來證實 民進黨的理會就認為說 這是美國各界的重點 副總統熱情得 十二 直到巴拉圭總統八年也記憶 總統府在早上就算不說 劉河清得將在八月十五 以狄宰身份協團去參加巴拉圭總統的 集職電禮 並依照慣例 過境美國布林肯也出面正心 由國務卿的正式可見美鳳 中式的聽到 六千塊這次的訪問 新檢副總統 總統參選人家 民進黨的主席三種身份 比高雄 今年請總統出門出的訪問由白宮國安會 建立主委官科比正式過境的消息 站進過更遠 已經過身的總統 李定輝 以及競五年訪問消息由國務卿的新聞 國來證實 布林肯和由中國不要再起手段 強調美國一定的政策並不改變 是說就怕中國還會用軍聯作回應 賴清德副總統過境美國 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先生親自證實 這是一個高規格且正式的尊重 其他的總統候選人來進行 對美國的訪問 一定也會受到平安 尊重 以及高規格的對待 主要信息由美國根本所付出的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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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